来 每日穿搭分享 给你们分享一下我的裙子 刚才餐园太过分了 说惠惠你这是上厕所 这个卡扣子上 看我的头发 汤园第二直男一路 这剪掉吧 太耽误事了 我们现在在这个胡同里 走了好久好久 找错了三家店了 今天要去的这家店呢 它在一个小区里面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现在其实是在一个胡同里 就是这一六层的 第四家店的时候 我们都已经找不出了 它就在一个非常小区的入口里 今天我们来吃牛肠 石板牛肠烧 特色牛肠锅 大家如果喜欢吃没有汤的呢 就点那种石板牛肠烧 我喜欢吃没有汤的 我也喜欢吃有汤的 那今天就来两个 一个牛肠饭 一个牛肠辣面 牛肠沙拉 今天吃点酥 炸的东西也有好多呀 来个炸可乐饼 我这个主要是 汤儿在对面太无聊了 给汤儿吃 汤儿说 一共六块几块 我吃半个 你吃四个半 我上次的牛肠烧 谁最厉害 先把这个打开 这就是医生号角 正跟我要开始吃饭了 来 先大幕话题 猜猜这两个炸木 是什么东西 大幕开始 鱿鱼须炸木粒 吃的半盘的土豆饼 放在我面前了 反正你们知道有就行了 就是一咬 里面都一汪汁儿的那种感觉 真的是鸡酒锅 清酒 煤酒 烧酒 威士忌 炸的 鸡尾酒什么的 全都有 感觉点点炸物 喝点小酒也不错 这个锅因为开得早 它已经开始开了 上面满满的一层牛肠 煲菜 韭菜 豆芽 香菇 上面这个红色的呢 是干的 辣椒丝 他们家是可以 担加牛肠和牛肚的 我本来想担加一份 但是觉得不必 牛肠 牛肚 杏鲍菇 金针菇 肉籽醋 蘸的干料 今儿它还有一盘洋葱还有韭菜 来事儿的时候再给它放进去 什么都不算 感受到牛肠这个香 还有里面那个油的那个味道 这边是有一个眼 接它出来的油和汤汁的 超肥有没有 本来是有小姐姐专门给炒的 但是我说我自己来吧 自己动手 欢迎主持 蒜混着酱汁儿 哇哦 看这个蒜 看这个蒜 太傻人了 必须再两碗口饭 昨天还什么都没占 你真的能吃出来各种食材的味道 豆芽 韭菜的鲜 包菜的那种清新的感觉 包括香菇的那种 它独特的那个味道 都在这个锅子里面 这一碗汤 你都不知道有多鲜 真的比咱们在上海吃那个 鲍格称海鲜面都要鲜 老板说这个汤是煎鱼的汤 你们不知道煎鱼是什么的 就肯定能吃个章鱼小丸子吧 就上面那个沐鱼花 就是煎鱼 煎鱼熬出来的汤 非常的鲜 啥子比较正 就这么喝这个清清的汤 感觉水分已经慢慢蒸发了 我是可以拿那个金针菇 把这个盐给堵上了 我是想让它味在里面多流一会儿 其实油直接流出油 晚上干锅吃起来 我非常的轻化 先尝一个这边 粘个蒜子 这是炸的影响 看果然焦焦巴巴的牛肠已经开始炸开了 稍微一炒就行 还有那么点鲜辣味的时候最好吃了 不好看呢 这个是牛肠沙拉 吃你的素的 上面牛肠看着不错 来牛肠沙拉 能不能把这个菜放里炒啊 这个牛肠是炸烧酱还是什么酱 炒过的 非常的香 非常的焦脆 以至于下面的沙拉 都好多它的牛肠的汁还有油 但是还放了沙拉汁或者油醋汁的 来关火 城市不来了 好久没说这句话了 城市不来了 要不是它拌的汁足够多 足够好吃 今天我非给它倒到这里炒了不可 今天在他们的伙伙里 找到了超可爱的女病 桃子汁 我先因为它的颜值拿了它 这个一喝 嗯 真不错 我觉得肥肠跟牛肠不同的就是 牛肠感觉外面有一层沙沙的皮 但是里面的香味是一样的 一样重 一样香 它们两个带我心里的地位一样 牛肠今天的种类算是吃的最多的了 牛肠锅 干锅牛肠 然后又还有牛肠面 牛肠饭 牛肠沙拉 来来来来 说出你们心目中各种肠的神迹做法 咱们孩子 羊肠包肉不能说别的了 内蒙餐厅里面 羊肠里面塞上羊肉 然后拿小刀鸽着吃的那种 蘸上蒜泥 哎呀 结了 但是不得不说 他们家这个牛肠汤牛肠锅子也很绝 这个比干锅子更好吃 汤汁非常的足 这些是我吃过料汁最足的一个沙拉了吧 说的就像我吃过多少沙拉一样 吃到最后还有很多牛肠 我们看一碗汤凉着 一会儿温得呼的时候 我真的为了在家炖汤什么的 我买了一个这样的小猪铁锅 真的这种铁锅炒菜啊 炖汤啊 就是比那些不粘锅啊 普通的锅好吃 别急 我刚买了个铁锅 就是铁锅到家之后不都要开锅吗 烧热了 然后往里倒上油 再烧热了 其实这样就可以了 我真的特别喜欢那个铁锅 为了显得我更严谨一点 我特意买了二斤大油 这样炼个油 然后把那个锅开一下 这样以后那种铁锅它又不会粘了 万事俱备 油什么的炼的也都非常的好 油渣什么的呢 我也都秀了小号 老开心了 油呢也都倒到罐子里了 一切完美 全都收拾完了之后 我一提灌了 罐子底掉了 那种玻璃灌了烧炸了 你们知道二斤大油能变出多多吗 满厨房大油你们知道有多难擦吗 我倒不是怕难擦 我是心疼 我都想要晚上炒什么素菜了 就在一碗接着一碗 你看煮了这么久了 豆芽依旧非常的脆 这个朵 你看这肩那种剔透的 非常的Q弹 它吃到嘴里脆的呀 现在吃那种非常嫩的黄厚 鸭肠那种脆 这肩那种鸭肠的鸭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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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已经减肥了 所以我也要看着它 不能老吃吃点吧 吃点吧这样 就是其实没有人引诱你到还好 但是就很怕我这样 我是想让它吃点好吃的 但是其实并不是为它好 还是直接吃好 不要让它强味 但是这种干料嘛 就不是我们盐边的那种 干的少口料 这个好香 这个里面有好多花生碎 芝麻 能看到酥子字 看着红红的 但是其实并不辣 这种鸭肠的鸭肠 知道我留牛肠干嘛 咱们话题 现在我留牛肠的目的何在 应该都知道吧 好无聊呀我 刚好我的饭到了 这个汤真的太香了 它时候扣饭了 它这个锅好重呀 我的胳膊要飞了 我跟你说 没靶子力气整不了这个 先让我享受一口 人家店里其实有面 然后有专门 喂在这里 或者锅子里面的饭 但是没点 没点 哈哈 我是不是吃这个之前 我说先品尝一下 先让我享受一口 享受一口 我收不住嘴 我控制不了我自己 吃了 吃个饭 在那里 吃了 我得看 无动面 还早大白菜 也是炒至过后的牛肠 果然是拉面 看着红空净的 像是一份动饭的那种样子 大根胡萝卜 秋葵 满满的一层牛肠 来接着把我的牛肠饭吃了 我今天在右岸门这边 来右岸门这边必来他们家 这是我的沙拉饭 套館的纳门 我从哪儿变出来就买 香汁好多呀 看这边的酱汁 葱萝卜是超俗的 在这个饭里面非常的增加口感 跟牛肠沙拉上面炒的牛肠是一样的 这个汤汁 就能证明老板还有厨师 真的超懂吃 现在好多餐厅就那种快餐店 不是都是那种称重的吗 就是我每次吃那种称重菜 我都特别亏 我每次都咬菜汤 这一碗饭我完全不想吃肉 我就想抠它下面那个汤汁 泡的饭来吃 葱葱面就是好滑呀 虽然它叫牛肠辣面 但是它吃起来不用吃很辣 然后还有一点牛肠 我觉得他们家真的超良心 超划算 一般日料券来说牛肠饭 还有牛肠面 这起码49块钱 或者是79块钱 大概是这个价格吧 日料店 但是他们家饭和面 都是38块钱一份 我今天那个锅子168 我觉得足够两个人吃 发现了个有趣的东西 人家的果汁啊 什么上面不都写什么果汁含料吗 看无果汁 它就是告诉你挺开心的喝色素水哦 而且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 他们家所有东西 一定要趁热吃 牛肠分一肠的香 所以也很容易油 只要我够快 这个叫不下去 最后 你们是不是会以为 我会孤孤单单的吃这个 只要我扣的够快 刚刚就追不上我 你有礼貌 来吧 今天最后一份扣饭 就我刚刚赞不绝口的牛肠锅 吃完了虽然还有点意犹未尽嘛 但是 我再吃这个 这个里面和上饭了之后 我真的觉得 他们两个又有那么一点 不相伤下了呢 好香 我现在嘴是油光增亮的 像涂了层唇高 贼润 因为我是一个嘴角特别爱 脸的那种女生 倒不是因为缺什么维生素呀 然后或者什么的 就只是吃饭的时候张嘴特别大 或者是笑的时候咧嘴太大了 或者是特别大的哈欠 这个嘴角咔就会咧 然后你就会疼好几天 小时候每次咧完了睡前 我爸都会给我嘴巴涂一层香油 然后那个时候长得矮嘛 香油瓶子我也够不着 就每次都可以 咬嘴角疼 然后天天让我爸给我抹香油 天天抹香油 就闻着这个味儿 睡觉的特别舒心 这是今天最后一口 到了 我不服 这是今天最后一口 因为大家知道我是非常喜欢 各种各样的动物的单脏 肥肠 然后虾水这些东西 发现这家牛肠专门店了之后 就立刻满满平平的来打卡 价格值 口味值 就是地方太远了 而且特别不好找 它在一个小区里 大家如果喜欢吃 就是所有东西一定要扣饭 如果想专门来吃个正餐 就直接点它牛肠饭就行 其实今天是可以加牛肠的 但是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 我没有加 也是为了让大家更直观的看到 它这一份里面是有多少牛肠 超级棒 超级好吃 会是有一份重的 拜拜